字幕提供 吃饭的时候吃得很快 然后他就觉得说 常常我们看到电视上的广告说 吃甜食喝咖啡 又让你胃食道逆流了吗 你知不知道我们台湾有多少人 有胃食道逆流这样子的毛病 听说每100个人里面 大概有20个人 也就是大概有五分之一的人 有可能是有胃食道逆流这样子的疾病 长期反复的 有胃食道逆流这样子的毛病的人呢 他到底应该怎么样来照顾自己 我们今天就邀请到了 肠胃方面的专家 还有营养师 要来跟我们说一说 我们首先来介绍的是 邱乳庆邱医师 邱医师你好 你好 观众朋友大家好 我是邱乳庆邱医师 是的 邱医师呢 他是台湾消化系 内科专科医师 也是台湾内科医学会的理事 更是庆宏诊所的院长 欢迎邱医院长 那接着呢 要为您介绍的是 徐晓如徐营养师 营养师你好 非常好 观众朋友大家好 是的 徐营养师呢 他是体重管理专科的营养师 他也是彰化基督教医院 糖尿病专科的营养师 更是中港医院 呼吸照顾病房的营养师 他非常就是对于我们肠胃方面的照顾 他有一套的这个办法 等一下要来跟大家一一的分享 首先呢 我们就要来知道 什么叫做胃食道逆流 那我们是不是请邱院长跟我们解释一下 到底怎么样子才算是胃食道逆流 好的 现在因为生活压力大 然后大家饮食西化 所以现在胃食道逆流已经越来越多了 那这20年来已经增加了5倍 在2000年的时候大概只有5% 2005年已经10% 那现在就像刚刚主持人讲的 已经到20%甚至到25% 也就是说4个到5个人之间就有一个 那我们现在先来看一下 到底胃食道逆流它的定义是什么呢 我们先来看 如果说我们胃里面的话 东西吃下去 这个胃跟食道之间这边有个喷门 它有一个开关叫做跨约机 跨约机 那我们东西吃下去的时候 这个跨约机要关掉 然后里面的东西才不会跑上来 那如果说这个跨约机因为没有力 或者是太常常开 或者是这个胃里面的东西 胃酸太多 那常常逆流上来 包括胃里面 它可能有胃酸 它可能有胃的消化液 然后呢 也有可能有胆汁 那当然还有可能有一些 还没有消化的食物 对 或者是一些气体 这些东西如果 液上来食道的话 那造成了一些症状 或者是造成我们食道的粘膜受伤 那这个就是 叫做胃食道逆流 但是我们如果说 平常吃太多东西 打个饱格 然后把一些气体打出来 那其实是生理性的 生理性的是没关系 所以多多少少我们都会有一些 胃食道逆流轻微的 每个人都会有吗 对你如果吃太多 打个隔 那个算不要紧的 那如果说是太严重 到了会有症状 或者是我们照胃经发现 食道粘膜已经受伤了 那这个就是病态的 这个胃食道逆流 可是有很多的人吃饭饭 他这样子一打嗝 那个食物就冲上来了 这样子就算是很严重吗 不会 如果说他没有 他如果没有说不舒服 或者是说他打个嗝 一下子然后食物又进去 而且这种次数并不是太多的话 这个是不要紧的 所以我们真正的定义就是说 如果你这个前三个月 你有这样子的症状 一起来 然后不舒服 然后一个礼拜超过一次以上 那这个就是 那这个就是胃食道逆流 已经有一个病态出现了 所以他真正的原因 其实是我们胃里面的东西 就是不听话跑上来 是喷门有了问题吗 是不是那个地方有了问题 对对对 他主要的成因呢 我们再看这一张 主要的成因就是在主要是在喷门 还有这个胃的负压太大 就是状态满了吗 这个意思 大家看从上面来看的话 有时候是食道 它排空能力不好 什么叫排空能力 就是说胃酸如果跑上来的时候 一般我们食道会给它压压压压 挤下去 那如果挤不下去 或者是它食道根本不太会动 那也会造成这样子 那什么人会这样子呢 就是一些糖尿病患者 或者一些甲状腺疾病患者 或者一些致体免疫的疾病患者 它食道功能会比较不好 那再来呢 再来我们看这个横隔 横隔就是在这个胃腹部跟胸部中间的这个横隔膜 这个横隔膜如果松的话 松的话就会把那个胃的这个地方 东西比较没办法关在胃里面 那就比较可能会往上顶 所以像这里我们看到 这个胃的上面也还有一个小小的袋子 这个就是不正常 这个叫做善气 这个叫横隔膜善气 所以横隔膜跟喷门是不一样的 喷门是帮食物挡在那里 可是横隔膜是锁掉的 对他们两个一起把这个东西关在胃里面 如果说有一个东西比较没有力气 那就会造成这种症状 所以这里还有一个就是说 跨越肌松弛或者是横隔膜松弛 这个有可能就会有这个善气的出现 善气的出现当然这个地方就松 然后东西就比较容易跑上来 另外就是负压增加 负压增加的时候当然就是东西也比较容易往上顶 那什么人会负压增加呢 就是说记者 为什么说记者呢 我觉得我们的记者很多人都是精神压力很重 我们要什么样的独家什么的很多 其实也不只记者只要是压力大的人 容易这个生活紧张的人 是不是都容易得到胃食道利用 对对对生活压力大的确容易得到这些毛病 医生应该也会吧 医生每天都很多的病人这样子 但是负压的话最主要是有一些族群就是肥胖 或者是怀孕 怀孕的你看里面你塞一个小宝宝 那他越来越大的时候当然腹部的压力就会增加 是对对对 那另外的话就是还有一个叫胃排空过慢 胃的排空过慢有一些食物太难消化的 那就会造成胃的排空过慢 所以这整个加起来这几种原因都有可能造成胃里面的东西逆流到食道里面 而且造成我们的不舒服 刚刚邱院长讲的是说有一些族群特别是容易会耗发 那刚刚也有特别提到说糖尿病啊或者是说有一些特别的像肥胖啊孕妇啊这种容易得到 那么他有没有一些典型的症状我们可以知道是算是胃食道逆流的症状了 有典型的症状我们可以待会会介绍一下我们再强调一下哪一些族群会比较容易造成胃食道逆流 是 除了刚刚讲的体重过重 对 怀孕以外 嗯 工作压力 刚刚主持人有提到工作压力 对 另外上面其实还有一些啦 有一些药物 是 药物呢 什么药物呢 对什么样的药物 有一些气喘的药物 有一些抗忧郁的药物 有一些镇定剂 有一些血压药 不是所有的血压 有一些血压药 那还有一些就是像我们在吃的阿斯匹林啊或者是一些止痛药 这些都有可能会造成这个胃食道的跨越肌比较没有力 哦 然后呢胃酸增加 嗯 然后胃的黏膜变差 是 食道的黏膜变差 嗯 所以这样子也比较容易造成这个胃食道逆流的一些症状 嗯 那再来 这减少我们身体的反应力 那些都是让我们身体好像变得比较迟缓一点这样子的药物 都有机会影响到我们的胃这样子 嗯 有 有可能 就是 就是会让我们的那个快乐肌 就是一个肌肉 嗯 变得比较松 嗯 比较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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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 嗯 所以这些药物呢也是一个造成胃食道逆流的原因之一 嗯 那另外当然还是最重要还是长期的一些不该吃的食物 然后 刚刚有 在这里有嗅到一些高油高糖咖啡因辛辣的 嗯 那咖啡因高的食物 当然它会造成胃酸分泌过多 是 然后也会造成我们的跨越肌比较松 嗯 那高糖也是会造成胃酸比较多 嗯 高油的食物就是不好消化 嗯 胃的排空也变差 嗯 那再来就是腌跟酒 这个腌酒的话也是会造成胃酸过多 还有我们的那个跨越肌也会比较松 是 可是你看这些东西 事实上我们很难去避免 你看 对啊 生活压力大 工作压力大 熬夜 熬夜就要喝咖啡 嗯 对 然后心情不好就要吃甜甜食 对对对 女性特别喜欢 巧克力甜食 心情不好就要吃 那有的人无辣不欢啊 你不让他吃一点辣椒 他真的是觉得 吃不下见 不如吃不下去 要怎么这样 那你说胃食道逆流 真的就是副作用 对 我们生活的一些附加产品这样子 所以这些人有机会得到 这个胃食道逆流的几率就比别人还高 对对 然后再来说朋友来的话 有时候抽烟喝酒这些难免 你避免不了 过年过节会吃到很多高热量啊 高油的食物啊 所以这些真的就是现代文明病啊 有时候真的 你说要完全去避免的话 要特别小先生 你会完全去避免 对对对对 可是刚刚 修院长也特别有讲到说 有的人他并不是说长期性这样子反复发作 大概是那个一个礼拜才发生一次 那就不算是很严重的情况 那到底哪一些是算是典型的症状 那我们观众朋友可以了解一下 好典型的症状呢 大家看这一张图 就是刚刚主持人一开始也有讲到 耳空气耳气这样 就是我们吃饱饭 耳这样子 有的人就耳得很频繁哦 有的时候有的人不是久久耳一次 他是很频繁 有时候一分钟是好多次 这个也是一个典型的症状 然后再来的话就是胃酸 酸水逆流上来 他从肚子胃的这个地方 慢慢的往上往食道 往颈部这边逆流上来 那你会觉得说喉咙好像有一股酸水 跑到喉咙来 这个就是胃酸逆流 当然更不舒服的就是这种 修心 人家说胃修心 讲到这个我真的是 也有一些朋友 我觉得就是这样子 整个这样闷闷脏脏 然后非常的不舒服 结果去看心脏科 对 该被心脏科说 你心脏没毛病 结果去看胃肠科 才知道 原来是胃食道逆流引起的 真的会有这样子 烧心的那种感觉 会影响到就是 那心脏会有不舒服的感觉 烧心是一种不舒服 但是有的人他不只有烧 他还会觉得胸闷胸痛 那这个可能就是等一下 我们会提到这个叫 非典型症状 那再来就是他典型的症状还有一个就是胃不舒服 就是胃痛啊胃脏啊 这个大家就不意外 这个就是胃方面的疾病 那这个烧心的话 烧心有时候就是会觉得好像在胸骨 下面的胸骨这个地方 胃跟胸部交接的这个地方会烧到这样 有的人烧到这很不舒服 这个也是一种就是典型的症状 那个烧心是因为胃的那个什么就是消化液在那边的关系吗 胃的消化液胃酸它跑到食道来 那食道呢他平常是不太喜欢被胃酸侵蚀的 那他会造成那边的神经 然后神经的敏感度变得比较敏感 那他这种神经受到刺激以后 他会觉得烧的灼热感 其实还有一种症状 我刚刚忘了提到 就是说胃的里面的内容物不只有胃酸而已 其实他还有很多 比如说胆汁 那胆汁腻到口里面就会苦苦的 对 那胃里面还没有消化的东西 就是那种苦化的东西腻到嘴巴来 嘴巴就臭臭的 对对对对 那种烧到的感觉也是会让人觉得好像口干 所以有人说嘴乾、嘴苦、嘴炒 这种的话不一定是干肥大 其实有时候就是胃食到腻瘤引起的 那这些算是典型的 还有非典型的 跟刚刚这个您要讲的那个烧心、灰烧心 这也有一点关系 对对对 非典型的症状其实蛮多的 那我们可以看一下这一张 那跟气管有关的就是说 咳嗽、气喘 咳嗽、气喘 对 这个比较特别 因为我们不会觉得说咳嗽是跟胃有关系 我们会以为自己感冒了 或者是说可能是不是流感了什么的 这怎么会跟胃食到腻瘤也有关系呢 因为它那个胃酸溢上来的时候 它可能会有一部分跑进气管里面 那会引起咳嗽 那有时候也没有跑到气管里面 有时候它只是在食道腻上来的时候 引起附近的神经敏感 然后造成气管收缩 就会咳 吃饱饭以后特别有这个症状 那你看胃食到腻瘤你吃饱饭以后 就是感冒要好 它是吃胃要治好的 对 后来如果说胸腔科医师觉得说 这个搞不好不是纯粹肺部的问题 像有一些人气喘 怎么治都治不好 吃一大堆药 类固醇用一大堆 结果都没有效 后来他们就会想说 搞不好是胃食到腻瘤引起的 那我们是应该转到这个腸肺科医师那里 去做个简单看看 所以有的人真的到最后咳嗽 是吃胃要好一点 真的是 好那这边还有一个心口灼热 它这个跟灰瘤心它的差别在哪里 一样差不多的意思 那另外就是非典型症状还有一些 就是说跟喉咙有关系的 就是慢性的咽喉眼 慢性咽喉眼 那常常会造成喉咙就不舒服就会痛 甚至他会觉得喉咙来面 那像卡卡有一个异物感卡在这里 这个很多 一开始都跑去耳鼻瘤科检查 那耳鼻瘤科医师给他检查 那免疫怎样啊 要不然先吃吃药看看 有的人吃很久的耳鼻瘤科的药 也没有改善 他还是觉得卡卡 像一个球在这里 好像以为自己是生怠发炎 有很多我们这个同业 就是觉得自己好像 是不是人家讲说 那个声带这边长节俭啊什么的 结果去看 胃食道你流 如果是声带节俭的话 那更糟糕 它会造成烧香 像这里烧香 这里有个声音会沙哑 那声音沙哑不一定就是 声带长节俭 那有的时候光是这个胃酸的刺激 就会声音沙哑 我自己的经验是这样 有一次我去吃大餐 那吃完以后呢 因为我鞋带松了 我就弯腰下去绑鞋带 绑完鞋带起来 突然没声 马上 马上胃食道逆流 失声 马上 对真的很敏感 因为那个是吃完大餐 那你又去绑鞋带就去弯腰 把那个胃里面的那个气都 东西就把它挤上来 马上你的声带就受到刺激了 所以这个 马上伤害到声带了 对 所以这个叫做非典型症状 OK 这种急性的油解吗 它有没有办法马上就是可以把它缓解掉 可以可以 因为我们没有很厉害的症状 那有时候我们就走一走路 让它这个东西消化以后 这症状就改善了 对对对 那所以事实上有很多这种非典型的症状 那还有一种更可怕 就是胸痛胸闷 这个叫做非兴阴性的胸痛胸闷 那有的人他不是心口肘肉而已 他会觉得 咦 怎么闷住了 对 那有的闷到有没有穿不起来 甚至他会胸部觉得好痛好痛 那都不好 然后还会有时的人还会痛到背后去 痛到背后 对 有的人还会痛到背后去 那有的人就半夜去挂急诊 对对对对 或者是赶快去找心脏科医师检查 对对 那心脏科医师也会怀疑说 咦 到底有没有心肌梗塞 赶快给他检查一下 那你检查结果都正常 没有问题 那这种的话 有时候心脏科医师就会怀疑 是胃食道逆流引起的 那通常我们也会说 接到很多心脏科医师 转过来这边检查的 那我们用这个胃药给他吃以后 他就改善了 像这种的话 就叫做非兴阴性的胸痛 那当然这种 我们通常还是建议 先去看心脏科 你不要坐那边就早来看肠胃科 或者是你喉咙搞不好真的有一些其他的问题 你先去看鼻孔科 你先去看肺胸腔科 哪里有问题先去解决他目前现有的问题 对你胸痛也许是肺的一些问题 也有可能是心脏科的问题 那先去看这些胸腔科 心脏科 那看完了没问题 他们也许就会建议说 你鼓励在肠胃科检查一下 那我们就是也不能说一开始就说 这个一定是胃食道逆流引起的 有的人就这样子 一开始吃胃药吃胃药吃习惯了 然后等到有一天胸部不舒服 就是又是胃食道逆流 那我就先吃个胃药看看 其实有人就 延误了 其实有人这样就延误了 哎呀这样子真的是不行 对对对对 所以邱院长我们到底要怎么样子来 就是检视我们自己 到底有没有得到这样胃食道逆流的 慢性的这种症状 是不是有一些检验的一个方式 是不是一定要照胃镜啊 因为胃镜听说也蛮恐怖的 大部分的人都会怕怕的 对不对 大家都不喜欢一开始就去照胃镜 是 当然我们健保的情况下 有些时候医师为了要开比较好的胃药给你 他会说 要不然我们还是来造个胃镜 那刚刚主持人也提到说 是不是我们看症状就可以 其实也是有个 是胃药就好了 是不是就可以好 对 在国外的话 如果他们有时候先给你吃药看看 或者他们做一个问卷 你一个礼拜的确有这样的胃食道逆流症状 蛮明显的 那你有一些危险因子 耗发族群 那有可能就是的确是 所以有的人就是用症状来分析就吃药 那在国外的话 因为他们做胃镜很贵 所以他们就是建议说 不然你先吃两个礼拜的药看看 如果有比较好 那大概就试这个问题 是 那但台湾不一样 台湾我们如果要开比较好的胃药 爱于健保的规定 他是希望你先做个胃镜看看 那做完胃镜的确有明显的这个胃食道逆流 那我们再来使用比较好的胃药 那如果说你真的也不喜欢照胃镜 或者是你害怕照胃镜 那你看到电视广告 就告诉你 啊 吃什么什么什么油 就会改善 那有时候你就去药房买 那吃了以后的确好 那你就会认为说 不然我胃了就这样 我就是不舒服就吃胃药 不舒服就吃胃药 那这个时候要小心 反而要小心 要小心 我想我们如果说要诊断 非心阴性的胸痛 心脏科会转介给我们照胃镜 那就是说 有一些非典型的症状 我们当然是希望来照照胃镜看看 是不是真的有胃食道逆点 那也有人是吃药吃一吃 都没有改善 没有改善 当然要赶快看看 胃里面 食道里面 到底也没有什么问题 对 那有一些颈视症状的人 那你要特别小心 我们建议 这几个颈视症状的 就不要说自己吃胃药就好了 第一个 吞咽困难 你如果有吞咽困难的话 当然一定要来照照看 搞不好是已经食道矮了 第二个 你最近突然一直体重减轻 无原因的 不是自己努力减肥 是不小心的 体重一直减轻 不是自己不小心的 所以这种也要来照照看 那第三个 你最近突然 莫名其妙要贫血 或者甚至你肠胃道有出血 吐血 或者是解黑片 那这种大概自己也会害怕 就会来找医师来检查 甚至你觉得说 上部部肿块自己摸吗 自己摸摸看 对 就是摸到自己的肚子好像怪怪的 我有时候都常常会觉得 我上了节目之后 会觉得我全身都有点问题 那种肿块就是比较硬的肿块 比较硬的肿块 是是是 那这种状况之下 我们还是建议要照胃镜 那有时候医师也会说 你过去这一段时间 过去这三个月症状也蛮明显的 应该要来照照看 那这个时候我们还是建议 我们不要害怕 我们还是要来检查一下比较好 那有的人的话 照胃镜起来其实没有怎样 但是他的症状就很明显 是 其实蛮多的 这种就是照胃镜正常的 胃食道逆有 这个其实还蛮多的 就是60%是照胃镜起来是正常的 嗯哼 那这种人 只要吃胃药给他一点 我们如果在大医院的话 还有一种检查可以来诊断 就是做24小时的胃 这个食道酸减度测定 那这个24小时的食道酸减度测定 它会用一个小小的管子 像插鼻液管一样 从鼻子放进去 放到我们的这个 食道接近胃的这个上端 是 然后他会有一个便吉 可以测我们的胃酸逆有的情况 那这种的话就是说大医院可能会有 但是比较不舒服 因为你要放一条管子 24小时 24小时之后再拿出来吗 对 那他如果说胃酸逆上来的时候 他可以征测 这个胃酸到底pH多少 对 可以测 然后呢如果说不需要做这种检查 那你也不想照胃酸 那也有的人过去是用X光 这个叫X光的背剂 食道照影素 但是这个现在比较少在做 那除非说我们怀疑有食道狭窄 或者是怀疑有一些 刚刚讲的善气 是 才会去安排这样的检查 所以像我们一般的人 这个胃食道逆流 到底他如果反复反复一直发作 会有没有什么样子的影响 我们这样子长期复发 到底会怎么了 会怎么样呢 是他这个有一些 长期复发的状况 那我们讲 糜烂性的食道炎 他比较会有这种病发症 什么叫糜烂性的食道炎 我现在让大家看个图 等于食道已经溃烂了 对 就是说 它会造成食道的黏膜受损 然后发炎 甚至就是溃烂 甚至造成溃疡 那我们来看这个图 这个第一个有一个A级的 你看它这个上来的时候 只有一点点轻轻微的 轻微的一个红红的 那这个是A 就是说比较轻微的 那再来第二张B Grad B 就是说它的红红的越来越长了 那这个表示这个程度又更厉害了一点 那还有一个Grad C 那更严重的 那不仅仅只有一条 好几条 对 好几条 而且 范围也比较大 也看起来比较可怕 甚至好像有一点白白的 好像形成很溃疡 那还有更厉害的是D D的话 就是整个 一整圈 一整圈可能都会影响 然后 那个看起来也比较红 而且比较深 嗯 那 这种情况之下 当然 这一类的 未近看到的 糜烂的 这种食道也 通常比较会有并发症 嗯哼 它的并发症是什么 什么并发症呢 假设你 这个厉害的这个 逆流的话 有可能会造成 溃疡 刚刚你看到那Grad C Grad D 这个有可能就更深的话 就会溃疡 那溃疡就有可能会出血 那溃疡久了之后呢 它会反复的 好 好了又来 好了又来 就会结巴 结巴可能就会造成食道狭窄 你食道狭窄 你吃东西当然就 吞咽困难 对 就会吞咽困难 对 另外还有一种 比较大家可能不知道 但是也很重要 叫做巴瑞特式食道 也有人讲说巴洛式食道 什么意思呢 这个是什么意思呢 这个就是说我们的食道 下三分之一的地方 它为了避免胃酸一直长期的刺激 它会由食道的上皮 慢慢慢慢的变性 变成类似小肠的上皮 它是为了去适应胃酸 那这种由食道的 该长在那里的细胞长到那里去了 由食道的正常的上皮 转变成类似小肠的上皮 那这种的话就是要做胃镜的时候 去切片 切片看到说 这里怎么会有一些小肠细胞的上皮在那边 那我们就叫做巴瑞特式食道 那这种是一种癌前病变 这种是一种癌前病变 这种在西方人比较多 还好啦 西方人比较多 东方人比较少 西方人的话大概在为食道逆流的患者 大概接近百分之五 那就是说这种疑难性的食道也 大概百分之五 那东方人尤其是我们台湾人 大概只有占百分之1.5而已 所以其实还好不多 那它造成癌病变 也机会其实是有段时间没有说相当高 在目前的话是大概每一年 有0.5%的机会 所以其实一年有0.5%的机会 其实还蛮低的 所以大家也不用太惊慌 这种有时候还是有点体质的原因 而且我们台湾人 东方人并不多 那当然如果真的假设碰到了 然后又运气不好 那一直进展就变成食道癌 所以这个就是它的并发症 那当然我们讲到 还有一些食道外的并发症 像刚刚有讲到气喘 甚至有的还会鼻痘眼 鼻子 胃酸跑到鼻子去 鼻痘眼 那刚刚有讲到咽喉会发痒 那会造成声带的一些问题 结结或者是溃疡 那当然也有的就会造成气管 也会造成狭窄 那就是反复的胃酸逆流造成的 所以这些都是要注意的 病发症 病发症 对这就是病发症 那邱院长到底胃食道逆流 要怎样子来治疗它 一般我们就是这个药房里面 买了像那种 痣酸剂类似那样子 让自己吃一点胃药胃乳 这样子不行吗 当然也是可以 但是如果说我们长期吃那些药的时候 也是要注意的 那刚刚我们讲到痣酸剂 它就是综合胃酸 对 那可是传统的痣酸剂 一些胃乳片 它其实都有一种含铝 或者是含美 那吃太多 其实对身体不见得很好 有个人就担心 吃这些含金属的胃乳 胃药 长期以来会伤害到我们自己 那再来当然 比较不一样 比较新一代 新一代的就是一种叫做H2 受体结抗剂 这种其实也是新一代的胃酸 抑制胃酸的药 那还有一种比较新的就是 氢离子胖脯阻断剂 那这种就是更强效的 抑制胃酸的药 那这种药的话 目前为止大部分 健保的规定之下 都是需要做胃镜 看到明显的这种 胃食道逆流的变化才可以给 那也有一些人 他在药房买一些叫做 合藻胶的胃药 这种是从藻类提炼出来的 那它是一种可以保护 我们的胃的棉膜 或跟食道的棉膜 可以减轻这些不舒服的症状 但是这个都是属于比较轻的 症状比较轻的人 那也有人医师呢 他会使用促进肠胃蠕动的药物 那就可以促进我们食道的蠕动 那可以把这个胃酸赶快排下来 那当然也有的人会问说 那吃药很麻烦 那长期反目发作 要不要手术 对啊 是不是在什么样子的程度 会需要手术呢 对 也是有人在手术的 但是通常我们手术是保留在比较慢性 比较严重 或者是有一些结构异常的 就像刚刚讲的 那个横隔膜都已经松掉了 你怎么样吃药也 你怎么吃药也没办法变紧 所以而且如果又有散气的话 那这种的话没有用手术把它绑紧一点 是没办法 所以这种的话也许我们会考虑用手术的方式 但是 会有没有后作用或者是副作用 当然手术也有可能它的后续的病发症 后移症 后移症 当然手术大家都会考虑到这一点 但是呢就是说 目前为止 手术长期以后的效果 跟没有手术光吃药的效果接近 那一定会希望说不要开啊 因为你长期的话 不然你吃药的效果跟手术的效果既然接近的话 大概没有必要谁会想要去开刀 对啊 所以现在因为这个胃食道逆流去手术的人 其实不多 非常少 所以除了吃药开刀 还有没有其他的方法 可以让我们免于受到这个胃食道逆流的侵扰啊 其实最重要的不是药物 也不是手术 其实最重要的是什么呢 是生活习惯 饮食习惯 这个等一下 我们可能就要请我们的营养师 来跟我们讲一下 这个非常重要 那怎么样避免它的复发 那既然这样子我们就请这个徐晓柔 徐营养师 来跟我们叮咛一下 说我们该怎么样子 在生活形态上面 或者是说我们的饮食部分 有什么特别需要注意的事情 好 其实就是说我们刚刚前面有讲到嘛 其实 喂食道逆流 基本上就跟生活压力大都有一些关系 对 但是生活压力大好像又 又好像跟现代的生活就是 就是阻止不了啦 对 所以就是尽可能要能够就是去调试自己的这个 这个工作 调试自己的生活形态 对 那当然有一些困难 不过就是这个其实是一个很大的原因之一 真的 那再来就是说 再来就是说 当然有一些 刚刚前面有讲到嘛 有一些就是甜食类的 比较甜 比较油的食物 其实都很容易影响到我们的 就是胃酸 刺激胃酸的分泌 那所以过油跟过甜的东西 原则上要少吃 那当然烟跟酒的部分 如果能够避免是最好 那再来就是说生活习惯的部分 当然就是吃完东西之后 不要立刻躺平 我们都要躺平 其实就是很容易 胃酸会逆流上来嘛 那再也就是说 尽量要少吃宵夜的习惯 真的很困难 但是就要少吃 你知道有一些人 就是他可能是中午以后 开始忙忙忙忙忙忙忙到 有时候两餐做一餐 你不吃又不够 然后吃到第一餐可能已经接近晚餐了 然后他没有吃宵夜 晚上就睡不着 因为太饿了 对 所以这样是反复的这种生活形态 其实是很不理想的 很不理想 所以就是如果真的要吃的话 原则上也是不要选择太油又太甜的食物 吃比较健康的食物 然后分量的部分就不要吃太多 那可能就是自己胃酸分泌的部分也会 负担会少一点 那当然就是说 最后一点提到就是说 不要穿太紧的衣服 太紧的衣服 为什么 因为我们太紧 你就整个把胃整个负压都会增加 所以他当然就比较容易会 会有胃酸逆流的状况发生 那可以想象 如果假设 就是如果我们有肥胖的问题 那当然负压当然就也是比较高的 对对对对 刚刚邱院长就特别讲到 欸 怀孕之外还有一个太胖的人 太胖的人 对 所以就是也要控制一下我们的体重 对 所以那有一些食物 其实对我们很多人来讲 一直搞不清楚 到底像这样子 是不是 这种食物到底好不好 比方说吃稀饭 对 有的人这个 吃败会吃酸 对 那所以像某一些食物 我们是不是要注意 您是不是要跟我们提醒一下 哪些食物是比较好的 原则上来讲 刚等一下那个佩玄讲到的这个主人 主持人讲到这个稀饭的部分 我等一下再做一下补充 那先跟大家提醒一下 就是说有些 刚刚前面有讲到嘛 太甜的食物 那太甜的食物就是一些精致的那些糕点类 比如说就是蛋糕巧克力冰淇淋 这些东西都是属于比较甜的食物 然后水果 水果也会啊 对 因为你会发现其实这个水果 它是属于比较酸性的 有没有 就是柳丁啊 葡萄柚啊 番茄 葡萄柚 这种比较酸性的水果 基本上来讲 也比较会刺激我们的胃酸分泌 它不是比较碱性啊 它是比较酸性啊 口味 口味比较酸 对 它的属性是属于碱性没有错 对 但是它其实口味像是属于比较酸性的 对 那就比较容易会刺激到我们的胃酸的分泌 那太油的食物 太油的食物也会 刚刚下面讲到这些 炸鸡腿 热狗 哇 这个是 都好吃的 对啊 对啊 人生只有一次而已 你说没吃这些东西 哪有可能 就是要少吃啦 对 而且我觉得 宵夜的部分 其实很容易吃到这种太油的食物 你知道很难耶 因为有一些24小时营业的就是这种素食店啊 对 然后你可以到这个便利商店买到的东西 也都是类似像这种 就很容易取得的东西 就是越精致的东西越容易取得 对啊 对啊 很容易就是贩卖 对 所以很难喔 可是还是要克制啊 尽量就是不要吃那么多 对 分量的部分可能要稍微控制一下 然后再来刺激性的食物 那酒类啦 然后茶 咖啡 辣椒 这种刺激性的食物 当然你就尽可能要避免 如果假设我们已经有胃食道逆流体质的人 那其实就是可能要减少这些食物的摄取 其实营养师说的真的很重要 就是我们自己的行为啊 是让我们产生胃食道逆流的 所以冬天时就是你太放松了 把那些东西吃太多 所以吃的多就影响到自己的胃 那胃要跟我们自己那么长的时间 对不对 人生这么长 你总不能现在都把它用坏掉 然后以后就是只能吃很清淡的食物 可是清淡的食物是不是就一定是对的呢 这就让我觉得也很疑惑喔 对 其实 其实刚刚讲的这些美食 并不是说它都不能吃 也不是说我们人生就是注定要过着这个苦行生的生活 只能吃清淡的食物 那人生也太无趣了 只是就是说当我们有这个状况出现的时候 或者是说我们身体有这个体质的时候 当然就是尽可能减少长时间吃这些 比较身体负担比较大的食物 对对对对 其实吃这些也容易胖 对很容易胖 对 所以就是我们刚刚前面有讲到嘛 其实体重增加肥胖这些 其实都是会 都是我们的胃食道逆流的一个加成因子 对对 那所以这个部分可能就是要稍微注意一下 当然当然当然 那刚刚讲到那个稀饭的部分 我会人就是没有办法吃有这样子稀饭的 他只能吃干饭 假的稀饭也一炸酸 那这要怎么处理呢 对因为稀饭 它算清淡的食物啊 对它是清淡 而且它也没有油脂 对 那正常来讲应该是没有问题 可是因为稀饭它在煮的过程当中 它是把它稠化 它是属于稠化淀粉 那稠化淀粉吃进去之后 它其实也会很容易的就是稀释我们的胃酸 它会稀释我们的胃酸 那也会增加我们就是胃酸的分泌的量 所以事实上其实吃这个吃这个稀饭 如果有喂食道逆流的人想要吃稀饭的话 我们会建议他吃粥 粥跟稀饭不一样 等一下 差在哪里呢 粥呢它是属于稠稠的 浓浓的 那稀饭是属于 就是像泡饭那样子 你有 佩雪你有吃过吗 像泡饭 它的粒子跟 还没有组成 它没有组成整个糊糊的 整个浓浓的 所以哪一种比较好 就是浓粥比较好 浓粥比较不会叻叻叻 对 浓粥比较不会叻叻叻 那如果是清清那种 就比较容易会叻叻叻 它就是吃太快 因为清清一口就吃下去了 然后又觉得好像没有吃饱 又吃太多这样 对 水分很同时间进去的太多 是 是 是 有的人吃饭特别快 像我就是属于吃饭吃得很快 因为急嘛 那我就觉得我 不知道是不是因为吃饭吃得快 所以我常常连空气一起吞进去 所以我常常吃饭的时候 会就打个嗝这样子 这也会对胃有一些负担 是不是 如果是吃太快的话 的确这个空气会吞很多进去 就像你喝那个 你如果可乐 一下子把它喝下去 等一下气体会就要照出来 可是你可乐如果在口里面含一下 它会有一些气体先从鼻子跑出来 所以你就是吃慢一点 甚至再咬久一点 那个食物中或者是口腔里面的气体 就会比较少 吞到胃里面去 是是是 那讲到这个 其实有一些 我不是吃稀饭 也不是吃 也不是喝可乐 像吃包子吃馒头 有时候 就觉得肚子特别 好像那种 就是会有那种 酸气 就会搁上来那样子 是不是 他们有什么特别的地方 也不能吃吗 他也算清淡的吧 对 有些人他就是早餐他可能会选择 像吃包子或馒头 对 因为也方便嘛 那如果说假设有胃酸逆流 胃食道逆流的人 基本上有些人就会 特别挑某几家的店 卖的东西 他可能比较能吃 那他就会发现说 他是不是选那种就是比较老面发酵的 有听过吗 老面发酵的包子或是馒头 对 那他好像感觉就是他会强调说 不异胃酸 就是比较不会有液洽生的状况 对有时候那吐司啊 吃起来也是会 他就是那种发粉做的东西 对 你的发粉弄太多了 而且一般外面呢 就是做馒头 其实他有 有些人他是用老面发酵的 那有些是用快速发粉做的 那快速发粉做的 我觉得他相对他的 他的这些就是气体就会比较多 那就比较容易会导致就是有胃食道逆流的人 这样子的话 然后营养师是不是要跟我们观众朋友建议一下 那早餐应该吃什么东西 会是比较理想 对这个胃食道逆流 有这样子症状的人 应该怎么办呢 我觉得早餐的部分 其实像刚刚前面有讲到 比如说就像是粥 我们可以吃五穀粥 我觉得早餐可以吃五穀粥 因为其实胃不好的人 其实吃一点比较温暖的 就是东西 其实胃有 早上起来胃有会比较舒服 那再来就是 比如说有些人会吃那个茶油面线 我觉得那个其实也很不错 自己煮啊 就是 因为我好像没有看过人家在卖茶油面线 倒是比较少 可是就是老一辈的人 其实蛮常吃的 就是白面线 然后拌那个苦茶油 对对对 我觉得其实那个 基本上对胃也会蛮好的 然后也就是口味上也还不错这样子 对 所以我觉得就是提供给就是说 不要说总是都是吃一些包子馒头 然后三明治吐司面包 这些东西 另外一个选择 是是是 那照营养师这样讲 有一些食物的确是可以给我们个味 那到底是什么样子的食物 或者是什么样子的蔬菜水果 食材对我们的胃是很好的 可以缓解我们胃食到逆流这样子的惨状的 对我觉得其实有一些蔬菜 比如说有一些蔬菜它吃起来会有点黏黏的 有没有印象 就是比如说像是 有一种长长绿色的那种 秋葵 秋葵这个东西它这种有黏液的东西 基本上它也会保护我们的胃黏膜 那这个味黏膜 地瓜叶算不算 地瓜叶好像没有黏黏的 没有 对 还有一种就是像那个黄公菜 黄公菜 也是黏黏的 也是黏黏的 南瓜 山药 南瓜也可以 南瓜也有一点点 但是就是以黏性来讲 山药它其实一切开黏液就很黏 对 芋头 芋头是好的 芋头 那这样子的话地瓜也是好的 芋头也有点黏黏的 对 芋头有点黏黏 地瓜好像没有那么黏 对 那基本上来讲 就是刚刚前面讲的这两种蔬菜 那山药基本上这些都是 可以帮帮忙修复我们的这个 胃的黏膜 对 那甚至就是说有一些 有一些 我们在医院来讲的话 有一些拉肚子的病人 我们甚至会鼓励他 就是说他有时候可以 在即兴起的时候 可以吃那个米汤 就熬的 就是我们在煮稀饭的时候 上面那个米汤 那个米汤 其实它里面还有一个成分 叫福西安酸 它也是可以帮助修复我们的肠味道黏膜 所以你刚刚说煮的很稠的粥 那上面浮的那个米汤这样子 对 对 对 那个米汤这样子 ok 那像我们有时候一些人吃肉掌 或者是吃一些米糕 米糕啊 那就会觉得说 欸 不舒服 这个是不是也算是伤害我们的 那个胃的食物呢 对 基本上来讲这种米糕 油饭肉粽 这种东西 大家都会发现它其实是糯米制品 那糯米制品 基本上来讲它就是 它的结构跟我们一般的白米的结构不一样 它是属于脂炼淀粉的 那这种脂炼淀粉结构的米 它基本上来讲它的消化就比较不好消化 它也比较不好消化 所以也有些人吃它就比较容易会脏气 所以这种东西就是也是属于符合那个高油的里面的其中一个 它算是啦 它油脂也很高 它又是那种比较不好消化的淀粉 所以基本上这些人基本上 有些人吃的也蛮容易胃食到逆流的 也蛮多的 对 那像我们有时候胃会有脏气 像你刚刚讲说它吃的会脏气 有没有什么样的食物可以缓解我们 产生脏气的这种情况 有一些像苏打饼干可以吗 苏打饼干应该有一些帮忙 有一些怀孕的 比如说就是 刚刚前面有讲到 怀孕跟肥胖它其实很容易会食到逆流 对 然后我自己也有这种状况 就是很容易会有一下生的状况 我觉得吃一点苏打饼干的确有帮忙 然后如果说假设是 假设是像是吃米糕啊 那种这种比较高油脂的东西 我觉得是吃一点蔬菜 吃一点比较高纤维的蔬菜 其实会有一些帮忙 比如说有时候我们吃那个 那个端午节的时候都会吃粽子嘛 对 那吃粽子的时候 是不是吃一颗粽子就觉得 就是 有的人就胃就不舒服了 对 就觉得想吃 然后又不舒服 也觉得不太够 然后就会吃到第二颗 到第二颗就觉得更油更饱 那事实上我们都会建议它说 当你如果吃粽子的时候 也许你可以配一碗笋子汤 欸这很合啊 很发芽 对啊 笋子汤 笋子汤又高纤维 然后又可以去这个油脂 然后又 对 然后又又 就是又有个热汤 好像感觉帮助消化 然后又 又不会吃到第二颗 那当然相对它就是会 帮助它消化一点点 是的 那今天既然那个 营养师来了 是不是要跟我们讲 跟我们观众朋友 来分享一下如何减重 因为重量太重的人呢 他其实胃食道逆流的机会 又会比较大 比较胖的人会比较大 你是不是要跟我们来分享一下 有没有什么样的机会 让我们可以减重 好 基本上 大家看一下这边 我们都说就是 我们要知道自己有没有胖 其实有几个标准嘛 嗯 就是说第一个 我们可以看我们的BMI BMI BMI怎么算 你要再教一次吧 好 它叫做身体质量指数嘛 那身体质量指数 它的算法 它就是我们的体重 除以身高的平方 那算出来这个数字呢 标准的数字是落在 18.5到24中间 我们叫做标准体位 那如果说假设是大于24以上 24到27 我们叫做是过重 嗯哼 好 我们叫做是过重 是 好就是体重过重了 要小心哦 好这个部分 那如果我们的BMI 大于27 我们就叫做肥胖了 嗯哼 所以标准 男生是90公分 男生是90公分 对对对对 我们现在量的 其实更准确 我们应该讲叫腹围 哦 因为我们并不是量在腰的部分 我们是量在我们肚脐 肚脐 哇 往旁边一圈 就是整个围绕肚脐一圈 大家可以发现 那个其实在腹部的部分 好我们一样就是 刚刚主持人讲的就是 男生不要超过90公分 女生不要超过80公分 嗯哼 那所以这是第二个判断 是不是肥胖的标准 是 那再来就是说 还有一个叫做体脂率 体脂率比较难测 对不对 我们一般的那个 体重剂 并不能够测自己的体脂是多少 对一般的体重剂不行 但是其实现在 测体脂剂的机器 其实很多 而且也不贵 嗯哼 可能大概三 两三千块 就已经有这个功能 是 那所以其实 这个体脂率 测出来之后 其实才是反应 我们是不是有肥胖 嗯 因为有些人他是 他是 外表看起来很瘦 但他体脂率非常高 嗯 我们这个叫泡芙组 泡芙 泡芙组 对 他等于就是 他是里面包着一层油 因为泡芙里面都包成一层油嘛 所以我们就叫他泡芙组 那基本上他的标准 随着我们 男生女生不一样 嗯 那男生的话 基本上就是 大于25%以上 我们叫做肥胖 嗯 那女生的话就是 大于30% 叫做肥胖 嗯 那如果说假设我们 就是 有符合这个 符合这个 肥胖的这个 标准的时候 其实我们就是要 开始做体重控制 嗯 那现在的体重控制 他并不是说 只有看 体重级上面那个数字 因为那个数字 其实并不重要 因为我们的体重是 反应我们 我们身体还有水分嘛 嗯 所以有些人他就是 可能他只是减轻个 嗯 让你身体脱水 让你体重掉个 掉个几公斤 你就觉得自己好像有瘦了 嗯 那其实那个并不重要 因为其实水分很容易 你喝口水就再回来 对 所以其实我们 并不是只有看这个数字 其实要减少的是体脂肪 是 甚至就是说 我们还要教 患者就是要 增加肌肉量 所以运动很重要 对 对对 因为肌肉量它可以帮我们 把基础代谢率提高 是 大家会发现说 其实年纪大的时候 为什么说 年纪大的时候就是 很容易体重会 就是不好减的原因 其实就是跟代谢率 比较差有关系 所以其实要吃对食物 然后吃对食物的顺序 其实才会有一些帮助 那你赶快跟我们讲一下 吃食物的顺序是怎样吧 对 基本上 第一个一定要注意 我们餐餐都要有蔬菜 因为蔬菜它可以帮我们就是 尝到建立一个柵栏 因为我们吃了蔬菜之后 我们就是会 第一个增加饱足感 第二个我们不容易吃过量 再来就是说 我们每餐都要有这个蛋白质 这是顺序吗 就是先蔬菜再蛋白质 对对 先蔬菜再蛋白质 蛋白质当然就是有一些 优质的蛋白质 鱼肉鸡蛋豆腐 这些都是属于蛋白质 那再来就是说 最后的话我们才把饭的分量 放在最后面 所以先吃蔬菜 吃蛋白质 最后再吃我们的淀粉类 这个叫做正确 就是比较良好的这个顺序 对 所以就是要少吃一点油脂 高油脂 然后一些甜食 然后不必要的不要吃太多 那在节目的最后 我们是不是也请邱院长 来跟我们所有的观众朋友 提醒跟叮咛一下 胃食到逆流有哪一些行为 所以我们特别要自己注意一下 有哪一些症状发生的时候 一定不要忘记赶快去找医生 因为现在饮食西化的结果 胃食到逆流已经越来越多 所以请各位观众一定要记得 这个典型的症状 就是一恰生 或者是灰瘦心 那非典型的症状 譬如说久咳不郁 或者是喉咙 有这种不舒服的感觉 那种感觉 甚至就是不明原因的胸痛 胸闷 这些是非典型的症状 那如果治疗之后 复发的几率其实蛮高的 所以我们一定要预防重瘾治疗 就是说我们要从生活饮食习惯著手 那除了说吃完饭 不要马上躺下来以外 最好就是避免睡前两三个小时吃东西 就是说避免吃宵夜 那烟酒 然后咖啡这些东西也要尽量避免 那当然 如果有肥胖的问题的话 我们就是要用心的去减重 我想如果做到这些的话 大概就可以减少我们这种 胃食道逆流的机会 然后这样就 不会去影响到我们生活的品质 是 促进我们的健康 那刚刚我们有特别讲到一点说 有一些人特别爱喝咖啡 喝咖啡让自己胃食道逆流 简单的说一下 如果爱喝咖啡怎么办呢 对如果戒不掉咖啡真的是很头痛的事 那我们如果真的要戒咖啡的话 第一个就是先把量减少 你一下子完全都不喝 有时候反而会受不了 然后第二个就是要找一个替代品 比如说你可以改喝花草茶 第三个多喝开水 因为嘴巴会缠嘛 多喝开水 第四个多运动 那再来就是说大家都认为说 没有喝咖啡精神不好 那怎么办 早上没精神上班 其实精神不好最重要是睡眠要足够 所以养成良好的睡眠习惯 也是很重要 是的 那今天非常感谢我们邱汝庆邱院长 谢谢 谢谢 也谢谢我们徐晓如徐营养师 谢谢 观众朋友记得哦 胃食到逆流 真的我们最重要除了药物 还有这个手术之外 最重要就是自己的生活形态 所以不要吃太油腻 要养成良好的生活习惯 记得哦 胃食到逆流 要记得去看余生 谢谢您的收看 祝比一心来开杠 咱们就下回见咯 拜拜 谢谢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